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数,我是温迪姐 本周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 四二连线的意涵,特质,以及如何与有四二连线的对象相处 四二连线呢,我们也叫做灵巧线 但我们要进到更深层的内容之前 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四和二分别所代表的意思 四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你是一个非常高纪律 以及愿意遵守社会期待的特质 你也非常善于规划和分析 而这个数字的意涵呢,代表的是你有高的观察力 敏感度,以及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 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呢 我们会把四二连线叫做灵巧线 所以灵巧呢,它也代表的是你反应力非常的快 不拖你带水,高学习的这个能力 所以某一个程度其实就是非常精明 以及观察力很强的代表 所以综合以上的特质啊 我会觉得有四二连线的 普遍来说,你们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类型 有些人呢,甚至是就是那种书本型的聪明 有些人呢,则是社会能力很强 什么叫书本型的聪明? 其实应该用英文讲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你到底是book smart或是street smart 就有些人是很会念书 那有些人是生活的 就是有些很知识型的 对对对对,知识型 然后有些是生活达人型的 没错没错 你可以讲中文吗?我现在会了 对,就是这样 谢谢,谢谢某人讲 所以有四二连线的人 对于我来看 真的都非常的聪明 因为他们不论是用哪一种方法哦 他们都有一个特质 他们会通过观察 和吸血别人的经验之后 快速消化 在创造出属于自己更实用 或是更有价值升级版的产品或做法 你说这是不是很聪明? 所以四二连线的人 我觉得你除了学习能力很强大之外 你还会兼顾理性 跟会通过精准且精细的规划 帮自己 或者是帮身边的人 找到一条最快切 最接近成功的捷径道路 四二连线的人 为什么会这么灵巧 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核心原因 是因为他们很不喜欢 浪费自己和别人 来浪费他们的时间 他们会觉得说 与其被别人浪费 或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干脆先花时间 将事前需要做的一些评估啦 调查啦 先确定了 不要一股脑的就进去拼 如果有四二连线的人 他们在去接受到一个新案子的时候 他通常就会先做一件事情 是问说 以前的人怎么做 所以他是不是会找捷径的方式 对 他会找捷径的方式做好 那这个捷径 其实他没有任何投资部 他还是有在他的 基本专业能力上面 去做了一些表现 但是他在想的是 有没有更神力的方法 因为基本功是一样的 但是处理事情的节奏 跟方式是可以不一样 所以他们喜欢 在别人的经验上面 去找到更好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 他会觉得往往都藏在细节当中 所以他们很爱问说 你怎么做的 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相信在这个中间当中 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处理方法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方向的特质之外 有四二连线的人 其实我觉得 你们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在乎CP值 以及付出都希望能够 有超出你付出的成效 收获一定要大于付出 所以有四二连线的人 四这个数值让你其实是在乎成效的 同时你付出之后 你希望达到的那个效果是加成的 那二这个数字呢 会让你其实是愿意用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来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数字结合在一起啊 其实你们是叫做资源以及财运的最佳代表 如果你今天想要学习任何的一个投资 甚至是你去研究了股票好了 假如你是有四二连线的人啊 你们的学习方式是 你会愿意很积极的一直去问 有人或者是权力人士的意见 那通过他们的分享当中 你再去找答案 或者是在别人的成功经验当中 你去分析说 他当年的成功的经验值 可不可以再套在今年 现在这个时代 那如果可以 在这个时代当中 还有哪些机会讯息 手握讯息之后 你有一个特色 你有一个精准的能力是 你会再去评估一次 像有些人就是听了就做 但不是有四二连线的人听完之后 他是会消化 所以我说他们聪明 他们是透过精打细算一番 沙盘推演之后再去做执行 对 他们会先想清楚 因为呢 不论是操作 甚至是在做一个产品的开发 甚至是你要去 投入在一个新的市场当中 这个中间啊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风险 那这个风险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靠 你不断的去收取资讯 甚至是说知道在什么时间点 你必须要踩一个刹车 所以我觉得 四二连线的人是 有清楚的目标 但是他一直在想的是 有没有更好的 路径方法走到目标 所以我会说他们非常的聪明 如果你现在 你的长官 或者是你的亲密爱人 甚至是你工作的同事 他是有四二连线的人 你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其实与有四二连线的人相处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为他们愿意跟你分享 还有提供他们消化过的资讯 所以他们会跟你讲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一个叫做 优化过或是打磨过的版本 他们很精明嘛 所以他们也喜欢用一种 比较谨慎的方法 能够让事情达到 加成的效果 当你在跟四二连线的人 相处以及共事的时候 只要是你们一起评估过的资讯 或者是说设定的目标 某一个程度 你们通常都会有出乎意外 甚至是让长官 非常惊喜的表现 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是有四二连线的人 你要怎么样帮助他 或者是能够成为他 更加分的那个对象 我觉得精明这件事情 要用在对的地方 因为有的时候 他们真的太聪明 聪明到有可能变成 非常高智商的骗子 你就说他狡猾的意思 我没有这样说 我帮你说中文 好 对 我下一个就要说 其实聪明和狡诈 有的时候只是一线之间 因为我们今天 就是比较真诚的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有四二连线的人 当你的位阶越高 甚至是当你的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手握的资源很多 捷径 脚踏实地 跟一步一脚印 你真的必须要 好好地拿捏 因为你的每一个决定 其实都会产生 连带性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时常 提醒他们的是 社会的道德标准 以及法律的标准 这样子他们的聪明才智 用在对的地方的时候 才能够让他们 不反被聪明误的意思 有四二连线的人 其实诚实来说 只要愿意的情况下 他们能够将生活的表现 甚至是他在职场的表现 有非常加分的成效 呈现给大家 但是有时候 当你太追求 每一件事情 都一定要更好 不断地要超越自己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很容易把自己逼到了 另外的一个压力 甚至是一个死胡同里面 不论是你自己 有四二连线 或者是你正在 跟四二连线的人 相处 甚至是你的亲密 家人的时候 要适当地告诉他说 你已经够好了 不是每一件事情 他一定都有接近 新的事物 或者是说 有些传统的事情 他就必然要这样发生 除了让他们的心情 可以平静跟接受之外 更能够让他们 在这个传统当中 去找到 让传统加分 或者是让整件事情 更好的处理方法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 生命灵数九宫阁当中 有四二连线的人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